新加坡政府不断细化针对外籍劳工群体的防疫措施 争取逐步减缓疫情蔓延的趋势 我们来看新加坡观察员的报道 新加坡有100万外国劳工 其中30多万住在人员高度密集的集体宿舍 造成了大面积的感染 政府目前采取两项措施 首先尽快全面对劳工进行检测 第一 把健康的劳工分流到隔离中心 进行封闭管理 避免社会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感染 第二 把确诊的劳工有症状的分流到医院 无症状的分流到方舱 过去十一二天 新加坡本地社区的感染已经明显放缓 我们相信到了这个月底 劳工宿舍的感染应该也会放缓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 没有众生 也没有其他兄弟城市可以对他进行资源 另外 新加坡经济高度开放 无法阻挡得了一波又一波的国际传播 因此 新加坡采取的 并不是全面遏制病毒传播的策略 而是压低峰值 希望压低峰值不会对医疗资源进行挤兑 希望经济可以尽可能地运作 保住民生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海外华人携手抗议 中国新闻今日环球 生警 Cutt